大家好,我是Cynthia,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Jungle缓存优化的第二小节课程 Memcache的解析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本课程的内容 第一点是关于Memcache的简单介绍 第二点我们会介绍Memcache的安装过程 然后第三点给大家介绍如何配置Memcache的服务 第四点详细介绍Memcache的存取命令 第五点我们会介绍当前两个常用的客户端 并对其进行分析和对比 最后我们从安装配置到使用这个过程 给大家详细进行一个演示 Memcache是迄今为止最快最有效的缓存 它是一个完全记忆内存的缓存光架 最初呢主要是那个拿来就是由那个Bread Fitzpatrick 在2003年的时候开发 然后拿来处理我们高负荷的Life Journal这个网站 随后呢又由Dangle Interactive公司开源了 Memcache的是由C语言写的 所以它性能很高 而且它是一个分布式的对象缓存系统 最初的设计目的是通过减少数据库的负载 来加速我们的那个动态页面 那谁在用我们这个这么火的这个Memcache的呢 只要大家看一下这些名字都应该是我们手指的 所以我们这个Memcache的应该是非常好用 而且也非常性能是非常高的 很受欢迎 我在那个Memcache的网站上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故事呢 它是讲了那个Memcache的使用指南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看完这个故事以后呢 然后你就会比较容易的掌握到 怎样去使用Memcache的 故事讲的是两个很有冒险精神的人的一次经历 其中一个人呢是一个程序员 然后一个呢是系统管理员 他们在一起开发web站点 他们开发的这个站点呢 包括web服务器和数据库 所有的互联网的用户呢 都会以web服务器对话 并请求建立他们的一些个人网站呢 或是配置 然后web服务器呢 就与数据库沟通 可是有一天那个管理员就意识到了 他们的数据库很垃圾啊 平均的负载是20 然后那个程序员就问了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那那个管理员就说 我听说过 听说了一个很棒的一个东西 它叫Memcache的 而且它真的有帮到 NiveJournal这个网站 那程序员就说 那我们试试吧 于是单大的那个管理员啊 就盯着他们的web服务器 他们只有6个 然后他决定呢 用三个去跑我们的 跑他的那个Memcache的服务 然后呢 他还给这三个服务器 分别增加了1GB的内存 并限制Memcache的只使用1GB 所以这个三个服务器啊 每个都可以存储1GB的数据 完成这个以后呢 结果他又发现 他们的负载结果却变成了25啊 从之前的20变成了现在的25 然后呢 他们就继续开始探险了 程序员开始研究 那个PECL Memcache客户端的手册 手册 看完之后呢 他就想到了办法 他首先呢 将这个三个服务器的 那个IP地址和端口号 添加到了那个PHP中 然后他继续研究 最后根据手册 缓存了一些数据 这就是他做的一些操作 首先呢 是把那个 我们的那个Memcache 这几个服务添加到PHP里面 然后呢 就是使用 使用这个服务 把我们需要的一些数据呢 缓存到那个系统里面去 这时 我们的那个管女儿 惊奇地发现 负载降低到了10% 从以前的20 25变成了现在的10% 然后网站呢 就快了很多 所以我们的程序员呢 就将更多的数据 进行了一个缓存 最后 他们的负载 慢慢地降到了1 然后在这其中呢 那个管女儿还发现 一个数据 只会存储在一个服务器当中 就是说 我们建了三个Memcache服务 但是它因为它是分布式的 所以说它相当于是 被处理成一个服务 然后呢 你的那个数据 每一次存呢 就只会存到一个服务器上 这样子 就相当于他们拥有了 三GB的一个缓存系统 讲了这个故事以后呢 我现在就跟大家讲了 Memcache的 用了Memcache的以后啊 你可以让你更好的利用 你的内存 通过这个右边的这个图 大家可以看出 如果你没有使用Memcache的 那你就永远只有 如果你的一台web server上 有64兆的空间 那你就永远只能用那64兆 如果你使用了Memcache的 比如说是两个 你现在用了两个 那实际上你的这个缓存系统啊 就相当于有128兆 那如果你有10个web server的话 那50乘以64 最后呢 你将会拥有一个 3.2GB的一个缓存系统 这是非常好的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Memcache的安装 建议呢 是安装1.4.4版本以上的 这也是他的手册里面讲到的 因为较老的版本呢 它会缺少那个bug fixes 或者呢 有可能缺少一些命令 当然呢 肯定是能安装高版 高版本的就安装高版本的 我觉得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大家应该都只会 安装新版本的 安装这个Memcache的呢 首先我们要有 两个那个依赖库 第一个是GCC 第二个呢 是NabEvent NabEvent这个库呢 它是一个 事件触发的网络库 内部使用Select Epo 或者是KClean 等系统来调用 管理事件的机制 Memcache的采用其 作为网络层 所以它的性能是非常好的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那个 G1包的那个安装 如果是Ubuntu 或者是Debian系统呢 通过这两个命令呢 就可以把我们的那个 Memcache的成功安装 然后那个第一条命令 是安装那个 LabEvent 那个第一位 然后如果是Red Hat Federal CentOS之类的 之类的系统呢 我们就通过 这两个命令 来安装这个Memcache的 都非常简单 当然你 如果你爱好的话 你也可以通过圆满安装 那通过这儿 列出的这些命令 我们最终就可以成功 安装Memcache的 这里呢 列出了Memcache的配置下的一些简单说明哈 第一个是P 小P 这个呢 是设置端口号的 那如果你默认不设置的话呢 我们会默用使用 11211这个端口 杠大U的话呢 是UDP 监听端口 默认呢 是11211 如果不设置 就是11211 那TCP和UDP都会开启 如果你要关闭UDP的那个监听端口的话 需要用那个杠大U 然后0 这样子 UDP呢 只要是拿来 用于存取 比较小的数据 -AR这个参数 是来指定监听地址的 默认不设置的话呢 就会 在所有的地址上监听 所以说呢 无论是内网 还是外网 或者是本机 它都会 都是可以连到我们这个内存的 这样子呢 可能有一些安全隐患 所以说呢 一般呢 一般情况下 就是设置成127.0.01 或者呢 是 只设置在某一个接口的IP地址上 这样子可以增加安全性 然后-D参数呢 是代表独立进程 独立执行这个进程 然后-U呢 可以绑定进程的所有者 那如果设置了这个参数以后呢 就只有 只有是我们设置的这个用户才可以 访问这个内存 然后-M参数呢 就设置允许最大的内存用量 单位是兆 默认是64兆 -P 然后加入那个文件 文件名 加上那个文件名 就可以指定将PID写入文件里面 这样呢 可以使得后边进行的快速进程中止 这个参数呢 是必须要以-D一起使用的 -S 这个参数呢 是让我们的Memcache的 以Socket的方式来监听 这样如果设了Socket的这种方式呢 我们就只允许本地访问 而且TCP和UDP都将会被禁用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Memcache的存取命令 第一个是Set 这个命令呢 就是不管Key存在与否 它都会进行Set 如果是存在呢 它就会用最新的字去覆盖 Add Add呢 是必须在Memcache的中 不存在的相应的Key才能用 然后Replace呢 是要求Key值已经是在Memcache的存在了 然后它才会去做Replace Append呢 这个它是会将那个数据追加到对应的Key 现有Value值的末尾 不允许超过限制 用于管理我们的主要是用于管理List 然后CAS CAS实际上是Check and Set的意思 就是就是另一个存取存储数据的操作 当你最后一次读取该数据以后 如果没有其他人修改过该数据 你才可以通过这个命令写成功 否则的话写的操作会失败 这个呢 主要是用于解决更新数据时的一个竞争 然后Get Get参数呢 是用于获取一个Key或者是多个Key的那个值 Get Get它实际上也是和Get是相似的 但是呢 它是一个带CAS的Get命令 它会返回带CAS标志的一个value 然后我们的delete会删除存在的一项 INCR呢 和DECR就是制真或者制减 这两个方法呢 只接受正整数 如果Q不存在的话呢 操作失败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FlashAll 这个呢 会清除Memcache的中所有的项 它实现的过程呢 主要是采取将所有的数据 设置为过去的方式实现 然后当然你FlashAll的时候 你也可以指定它什么时候过期 下面我们来对比介绍一下两个常用的Client端 第一个呢就是Python Memcache 然后第二个呢是PyLabMC 然后从那个抛出异常的角度讲哈 Python Memcache呢 它的抛出异常是非常少的 因为它是有限的 而且是比较轻量级的 然后PyLabMC呢 它抛出的异常就挺多的 然后对于那个复数 Timeouts的处理方式也不同 Python Memcache呢 它对于如果是说 Timeouts是复数的话 它会返回成功 而且是立即过去 但是呢 对于PyLabMC呢 如果说Timeouts是复数 它直接把它当成零处理了 然后呢 那个Python Memcache是支持压缩的 PyLabMC呢 因为它是封装于LabMemcache的这个CQ 那因为那个是没有实现压缩这个功能 所以PyLabMC为了以Python Memcache一致 就自己实现了一个压缩的功能 当然那个我们第四点呢 就是说的它的那个编写语言呢 那Python Memcache就是纯Python编写的 而PyLabMC呢 是由Python包装那个C和C++形成的一个API 在安装上呢 这两个安装都是挺简单的 使用也很方便 然后使用 但是 在使用上呢 那个Python Memcache比较简洁 要方便一些 然后PyLabMC呢是比较复杂 它参数比较多 然后Python Memcache呢 它自动自定义的那些设置比较少 然后如果是PyLabMC呢 它就那种自定义的设置特别多 建立连接时 它会支持很多的科学项 下面呢 我们进入演示阶段 首先呢 我们要把这两个 哪个客户端给安装上 那这边安装Python Memcache呢 就很简单 只要一条命令 然后如果是安装PyLabMC呢 首先呢 我们要先安装Python DEV这个依赖 然后再安装我们的 Lav Memcache的 DEV 这个Cool 然后最后再通过PIP install PyLabMC 把这个客户端安装成功 接下来我们就去启动我们的Memcache的服务 我们输入Memcache的 就可以启动该服务了 如果不设置那些参数呢 默认就会在所有的那个端口上 在所有的IPD上都启动 然后默认端口呢 是1211 对 然后我们可以到另外一个窗口来查看一下 再看一下 127.0.01或是任意的 我们都启动了的 然后UDP和TCP我们也都启动了的 然后默认端口就是1211 那启动好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操作这个缓存了 首先我们来操作一下 首先我们先进入那个Jungle的需要模式 先进入代码库 然后呢激活我们的虚拟缓存 好激活以后呢 我们要执行python manage 然后是shell 这是我上年课给大家介绍的做一个工具 好 进来了以后呢 我们就直接就可以使用了 import 现在我们先是演示那个python memcache 这样子呢 写错了 好 加一个r 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那个memcache python memcache的那个 嗯 这个库引入了 然后呢 那我们先建一个 建议建议建议以那个client 以服务器端的连接 端口是用1211 好 就这样 接好了那我们就可以向这个服务 以这个服务缓存服务沟通设置我们的缓存了 比如说我们ke 然后我们的value是value1 是吧 它返回一个true 证明我们设置成功了 那我们要教验 它是不是确实把那个值写进去的呢 我们通过pmc.getkvaluek1 这样子可以看到我们成功返回了 嗯 然后如果说我们想用那个自身的方式哈 我们可以用这个pmc.set 比如说k2 然后它的初始值 我们可以给它设一个3 这里呢 用sgin或者是int的方式都是可以的 嗯 好 然后呢我们就做那个自帧 再看一下 嗯 然后我们把它盖起来 它已经是增加到4了 这个自帧嘛就是一个一个的增加 已经成功了 如果我们做那个自检 好大家有看到又变成了3 ok 接下来呢我们操作一下 嗯 gpylabmc的那个换存 首先呢就是引入p1labmc客户端库 sorry 好 然后呢也是同样的要跟那个客户的服务器端建立连接 127.0 0.0.1 那其他多余的成分就没有 嗯 这里呢如果不止顶端口 它会默认的采用11211 它也是能连接成功的 那比如说我们先来 然后呢这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是 哦我们的这个 好我们先来那个set一个把线 先set一个 就是cmckey1 然后cmcvalue1 好 这也是成功了的 我们get了一下 好返回我们设置的值 那如果说 同样的我们来操作一下资争 cmc.set cmck2 然后给它设置 这是我们给它设置一个整数吧 然后cmc.get cmck2 好 已经返回一个1 然后我们把它做一个资争 这里改成incr 好就返回了2 然后再做一次就返回了3 然后再做一次就返回了4 那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decr的话呢 OK就变成了3 OK1 2 1 那都成功了 刚刚我们还没有演示那个key的删除 我们现在里面那个链接还存在 我们可以再操作一下 所以dlet 比如说我们第一次的一个词是ke是吧 好 删除了 返回了 然后我们再get这个词 然后看一下是什么结果 好 返回了run 同样的我们pva.lab.mc的也是一样的 cmckye 返回了true了 操作成功 然后我们再get一下验证一下 OK是吧 返回了一个run 然后呢 我现在给大家验证一下 因为在那个手册上 我还看到这样子一个东西 这里呢 我们就给大家实践一个 实践演示一下 这个是什么呢 像我们的那个lab.mc pva.lab.mc它可以直接以这种方式设置 设置我们的那个键值 就是3 我们把它等于一个cmcvalue3 好 这样子也可以设置 那同样你 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再用这种字典的方式把它取回来 看了没 我们就为了验证一下 我们可以用get的方式取一下 看它是不是可以取回来的 好成功了 然后呢 还可以用字典的方式进行delete 这样子 cmc cmck3 好 那我们再进行一次那个get 好 这下就发完了浪了 那我们试一下我们的 我想 因为它那个官网上没有说 所以我认为那个pmc应该是不可以的 那我们试一下 就是我们的python python memcache 这一个客户端号 比如说我们cassk3 等一case value3 好 失败 对 好 认证成功 那我们演示就到这里了 那我在那个ppt里面也详细地写了一些测试的命令 大家可以回去演练一下 然后呢 就是参考资料了 这里呢 参考资料 我给出了memcache的官网 然后呢 还有就是memcache的那个wiki 这里面呢 它详细地介绍了 怎样使用memcache memcache的一些配置啊 安装啊 使用都在里面 然后呢 就是 然后呢 就是pylabmc的网址 然后还有那个 labmemcache的那个网址 然后那个就是拍上memcache啊 那个呢 你直接在那个github上面一搜就可以搜到 然后它那个pylabmcl在github上是都有的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演码 OK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